赛事早上的8点钟 今天是我回到四川内疆老家的第七一天 准备去一菜场买菜 回来那么久了 这次还是第二次去买菜 不知道六家的猪猪现在卖做菜很紧呢 走吧 我们去菜场看一下吧 回来几天呢 我们四川内疆的天气是真的好啊 每天都有十几度啊 而且还出很大的太阳 真的是满满活的 还说今年比较冷 看来还是没有冷到啊 离我买房这里有两个菜市场都很近 一个有差不多一公里 一个只有几百米 今天我们去近一点那个菜市场 看看那边的蔬菜猪的价格怎么样 来到小区门口这里了 现在进去小区都要测量体温 而且还要出师那个天气健康嘛 来到菜市场呢 我们先去买点菜吧 现在来到菜堂 看买点什么菜 今天的菜都好新鲜 买点这个胡辣椒 再买点这个红萝卜 再买点青瓜 再买颗包菜 买颗萝卜 菜买好了 我们去看一下猪肉的价格吧 大伯娘这个猪肉好的钱钱 二十八 排骨呢 排骨二十件 二十九啊 现在买菜回来了 买点菜买点肉 花了一个五十块钱 过年了 我这个猪肉有什么价格啊 今天才二十少了一年 可能是优势不起了 朋友们 你们说的朋友 现在猪肉卖到的行李来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